那么很多人说我们怎么样能够把生活过得越来越好 要原发菩提心 那么今天就告诉大家怎么原发菩提心 第一菩提心就是菩萨的心 第一要关怀一切众生 人溺几溺 就是人看见别人溺水了 你也像自己在水中一样 人积几几 也就是别人饥饿 你也感觉像饥饿一样 利己利人 达己达人 也就是说利己利人 要帮助自己 更要帮助别人 要达人就是帮助到别人 第二要包容一切众生 以责己之心 责人之心责己 你经常讲人家不好的人 你要用这种方法来检查自己好不好 够不够 以素己之心素人 经常原谅自己 哎呀我傻傻的 我这个又不是经常的了 我偶然的呀 对不对呀 来宽恕别人 很多人自己就可以宽恕自己 但是老公要是做错事情 你就不能原谅他 自己的孩子你可以原谅 因为老公你就不能原谅他 为什么呢 孩子是我生出来的 老公是别人的 孩子永远是你的孩子 老公还可以再找 所以这就叫自私心 第三要学习客己 克服自己的毛病 常思己过 学习忘我 常思己过 不念人过 经常想想我做错了 不要动不动就是 那都是因为他 那都是他错呢 不是他怎么会 今天我会错呢 要想一想 都是自己的错 你们修的不好 思不想 我没教导好 你们修的好了 我说 你们都是觉悟高啊 所以 悟故 悟我 就不要 固执 不要执着 我相 给人信心 给人欢喜 第四 诚心 待人 善解 与人 热心 助人 成人 之美 要帮助 所有的人 这个人 就是成人 之美 第五 叫 原发 三心 第一 是什么 心 自成 的心 对别人 真诚 你一定 会得到别人 对你的真诚 因为你 发出了 自成的心 你就是 自食 无味之心 没有假的 这样 对一切众生 你会得到 菩萨的加持 第二 心 是 身心 就是 无缘 大词的 关怀 在 有情 众生 第三 原发 原相 发愿心 就是 万善 同归 普愿 有情 也就是 告诉你们 不管做什么 事情 只要这个人 有善心 你就 好好的 跟他一起 普度 有愿力的 有情 众生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